这个星辰五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天空是蒙蒙亮 就有民众用手机拍下 一颗火球在河边冒火 然后冒烟 接着消失不见 这样的情景让拍摄的民众 吓了一大跳 就把这个影片 po上网路引发讨论 而发文的网友表示说 这是港边的船只 还是陨石 对这个火球感到相当的好奇 带人来看看当时的状况 什么 真的有东西倒下来 据了解网友拍下的画面 可以看到呢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只有两三秒的时间 这个火球就消失不见 但是这个火球是从天而降 然后缓缓坠落 大部分的网友都认为说 这应该是信号弹 不过事后了解 当时并没有引起火灾 或是一些烧焦的状况 所以警方跟消防这边 也没有接获相关的报案